今年57岁的王永春是西安市狂光接伴西卢丹村人 1982年时因为一起交通事故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 从医院醒来的王永春双臂已截肢 变成了残疾人 然而他没有自暴自弃 而是开始寻找自食其力的本领 8月1日记者来到王永春家中了解他不一样的创作经历 1987年王永春开始学习用嘴摇笔绘画的技巧 但嘴巴很难像手一样灵活 需要大腿 腰部 脖子 头部等多个部位同时发力 才能让画笔稳住不抖动 王永春告诉记者 刚开始在练画的时候 为了锻炼嘴巴 他专门找人定制了两个不锈钢的笔杆 通过在废纸旧书上的反复练习 逐渐掌握了摇笔的技巧 我做的这个作品 你像这个做字一样 节节搞 这个剪刃不拔 他用于乡上乡人战事也好 这个奥地作品 这个体现这个精神 过后在两三年期 想办一个高人画展 向这个社会中人提现这个 我不是一个残疾人 我不是一个废人 记者在王永春的画室中看到 画桌上摆满了绘画用的颜料 纸张 画笔等 画室内的地上 凳子上 墙上 到处都摆放着已经完成的作品 王永春比较喜欢画虾 竹 荷花 完成一幅画作需要半个多小时 虽然画完后脖子 腰腿都会酸痛 但看到自己的作品 王永春心里还是止不住的高兴 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 王永春深造画迹 三十年来他创作了近千副作品 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画风 作品也走出了国门 寿向世界各地 靠着这些收入 王永春翻新了家中的老房 如今三个子女也都大学毕业 找到了工作 现在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去研究绘画创作 虽然失去了双臂 但如今的生活还算是很幸福的 王永春告诉记者 在创作的路上 他离不开家人的鼓励和安慰 在绘画创作时 妻子时常会在一旁帮助挤颜料 配色 材质章等 王永春并不善于表达情感 但心里十分感激妻子 王永春会在绘画的道路上 以自己的画作作品 向社会体现 社会体现自强薄气 用于拼搏 这种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